来关心在今天的天气状况了 目前这个即使影像是在高雄 现在高雄阳光已经露脸了 当然在清晨的时候温度还是蛮低的 不过啊随着这个白天开始 整个气温会慢慢的回升 好首先透过卫星云图就要告诉你 气象局预测了今天清晨的时候 气温还是蛮低的 不过来看到从白天开始 温度就会开始慢慢回升了 好白天的时候北部高温 大约可以来到14度左右 好中南部地区的高温 则是可以来到18到20度 不过要特别提醒观众朋友 多加留意的是 从今天整个下半天开始 北部还有东北部地区 这个水气又会增加 又会再出现局部的短暂雨 另外就是东北风 也会开始变得比较明显 因此在今天整个桃园以南 还有花莲东半部地区 再加上外岛地区 在今天还是很有可能会出现 9到10级的强震风 因此如果从事海边活动 还有海上作业的话 可得要多加小心了 不过虽然在今天 白天的温度会开始慢慢回温一些些 但是幅度还是很有限 因此气象局持续针对全台多个县市 发布的是低温特报 好您可以看到除了屏东县 不在低温特报的范围之内 其他各个县市 依旧是亮起了橙色灯号 代表的意思是非常寒冷 所以说如果透过这张温度分布图 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全台湾依旧还是一颗冻番薯 而接下来整个天气走势到底会如何 我们也要带您来掌握 好今天寒流威力稍微减弱一些些 因此白天开始整个温度会慢慢的回升 不过要告诉您真的是要多加留意 因为从明天周一开始 另外一波寒流又要南下了 好这波寒流啊 这波冷空气主要是算是前湿后干 因此明天白天开始 北台湾的温度会一路下滑 越晚会越冷 其他地区在晚间也会变冷 中部以北在入夜之后 这个温度就有机会会突破10度星以下 同时低温下探只有6度 当然这波寒流的威力 从明天开始一直到周三 清晨威力是最强的 冷空气配合辐射冷却的效果 在清晨时分整个台南以北 甚至是东北部地区 低温大约是6到9度左右 好另外由于搭配水气的关系 到时候高山又有下水的机会了 我们来整节总结一下 在今天的天气关键字 清晨的时候气温还是蛮低的 白天开始逐渐回温 晚间的时候北部的雨势会明显的增加 但是要告诉大家多加留意的是 明天寒流又要来了